大家好 我是Kathy 一直以來我的頻道比較多都是去旅行、去玩的片段 也比較少分享我日常在香港的生活是怎樣 我會有什麼去做 但大家也知道最近你都沒什麼可能去外遊 所以我早陣在IG收集了大家的意見 有些回應我都挺開心 原來大家對我日常生活的題目也挺有興趣 但平時我沒什麼特別的 我平時比較悶 只是做那些事情 但今天透過這段影片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平時我會做什麼 有什麼routine等等 那我們就去影片吧 今天Dale with me的vlog 大家做一個實驗 證明熊和貓是不可以共存的 你要不要怪我 第一次證明你們家的貓是很兇的 Hello Hello 我們剛剛玩完貓之後 現在來玩這個Mario Party 好 進去吧 幫我選一個好的遊戲 好 開始 你第一個搭的就是 下一個 不是吧 我立刻來搭三個 搞錯 好 到你了 搭你 我們要什麼 糟了 我在哪組 我是哪隊的 你是旁邊那隊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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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家了 人家拿回家不是玩那麼快 人家漢堡班 我是一個廢的隊友 幸好你不是玩過 我們3比3 3比4 哎呀 這樣不行 哈哈哈哈 撞到你 哎呀 我自殺 我自己自殺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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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鼠老鼠老鼠 是你 因為我準備多了一顆星 搞錯 你老鼠接受不了這個接受 扭你 好多 恭喜我 厲害了 你 下次給你報仇吧 好 剛剛已經玩完遊戲 它已經離開了 我現在準備洗澡 洗澡之前就會先洗妝 因為今天我有化了一點眼線 然後睡下了一些 我都會分享一下平日我怎樣卸妝 其實很簡單 第一件事我會先卸眼線 就用Befesta這支 Befesta的產品真的很好用 它全部都是比較溫和 而且價錢相對相宜一點 性格比較好一點 用法很簡單 都是用Shake 你看到剛才水油分開 現在就變成一體這樣 然後用化妝海綿 這樣倒 倒回去平日用的份量就可以了 很簡單 其實不需要怎樣去拆它 因為拆的話 很容易令你的眼皮 眼皮會鬆 或者傷眼睛 我用法就是 這樣搭在上面 你數5秒 5 4 3 2 1 然後你就慢慢向外推出來 你看到已經是 那些髒東西已經馬上出來了 很快 這樣我會多清幾次 就確保乾淨 那我順手遮眉毛 眉毛不要緊要的這個皮膚 不怕會鬆 另外那邊的眼睛也一樣 都是這樣擺 5秒後就可以推出來 它的彩妝已經全部出來了 超快 可能到這裡 你以為眼妝已經射完 就可以射回底妝 不是的 請你要留意一下這一步 拿一支棉花瓣去清潔你剛才眼線的位置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眉毛中間很容易搖斜污垢 但有時候你如果這樣射眼妝 未必可以射得乾淨 用法就是這樣 倒一點 然後你就輕輕揭開你的眼皮 這個動作可能有點恐怖或者嚇人的 但是清理一定要這樣做 因為它才可以這樣清潔乾淨 整個眼皮的彩妝 然後你輕輕拉開裡面 再清潔 你就小心一點 不要捉到眼睛還是怎樣 這就是為什麼 有時候你射完妝會覺得 眼睛很癢 擦極好像也有點髒 在眼睛裡面 因為你沒有射乾淨 所以用棉花棒去清潔是很重要的 好 接著就是射底妝 我以前一向都喜歡用射妝水 但後來我覺得射妝水有時候清潔的時候 我要很大力地擦皮膚 好像會很傷害皮膚 所以我最近就找了這一支 沒有印良品的射妝油 但是用了這麼久 我都用了這麼多 你就知道我不是很喜歡用它 那為什麼呢 可能我自己本身不習慣用射妝油的關係 我就覺得它每一次用完之後 它臉很油 然後眼睛很昏 這支是絕對不可以射眼 因為它一射眼之後你就完全看不到東西 完全很麻煩 而且它的不好處就是 你要用洗臉奶洗很多次 那個油的感覺才會沒有 但是就沒辦法了 你已經買了回來 你也不要浪費了它 我用的方法都很簡單 就是用卸妝棉 其實最好的方法應該是 直接用手擦 但是我真的覺得太噁心了 就是手永遠都充滿油膩的感覺 就不好 所以我就喜歡這樣擦 好 這裡也有很多提示 就是你記得就是這些額頭這些位置 要這樣擦一下它 在髮制線之間你要擦 有時候就是說 為什麼會生不瘡呢 這些邊邊 因為你卸妝卸得不乾淨 就會積了一些髒東西 在髮制的邊邊那個位置 好 那我現在卸不瘡 我就去洗澡先 然後就轉頭 好 我就剛剛已經洗完澡了 通常我洗完澡之後 第一件事一定是護膚先 就好像我之前有段影片 跟我一起護膚白說過 就是因為你洗完澡的時候 毛孔會擴張 所以這個時間去保養你自己是最好的 我第一個產品都離不開 就是這個 我想已經是第二支了 不過還有很多 我日用的份量也很少 然後就拿一個海綿 簡單的倒些下去也可以 鼻液 這些位置是最容易藏膚的 所以你一定要很認真地擦走那些髒東西 然後我下一個步驟 就是用Muji化妝水 是護膚版的 我之前有用過Lights的版本 但我覺得好像水一樣 就是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試一下轉用這個 我覺得也OK的 它至少是有感覺 是剛才擦完之後 幫你保濕的第一支是功夫 我就很簡單就放在化妝棉上 足夠就可以了 然後就塗上去 就是這樣 你看到它會有些水分 會在你的臉上 好像喝飽水的感覺 如果你有時間很趕時間 做護膚那些步驟 你可以用這個 就代替了 保濕和化妝水的功效 我平時只是用這兩款 這個是Industry的 火山泥面膜 我覺得這個也挺好用 吸油都吸得挺好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勞匯這一款 我看一下想用哪一個 但效果明顯一點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看 還有這陣子也是夏天照用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裡面 就真的好像一批一樣 我覺得每次塗完這個之後 很容易變成那個 阿凡大哥的主角 其實沒有技巧 你用手指推開 這樣就已經塗得完 大概是這樣 然後等大概10分鐘就可以了 10分鐘後再見 好 你現在看到 我這裡已經乾淨了 因為我完全沒有任何東西出現 現在這個時候 你就用暖水洗 這樣就OK了 因為現在外面OK 人在外面 免得這麼大聲 所以現在先洗了它 好 那就搞定了 大家的皮膚現在超好 溶光滿髮的感覺 現在我就先去吃飯 一會兒再見 都給大家看看我今晚吃什麼 就是有一個蜜汁的東西 它是便宜的 先用蜜糖醃了之後 就在那個Pan裡煎了 所以它就會有些 凍凍的 金黃色的 這個一定是超好吃的 然後我最喜歡的菜心 這個菜心看起來也挺新鮮 然後還有就是一個豆 這個阿凡是超好吃的 在樓下街市有一檔 是專門買豬手 也是超好吃的 所以今晚就有這三個菜 然後今天喝的湯就是 很棒 今晚有這個魚頭 切一塊塊 蘿蔔 然後有番茄 還有雪仔湯 哇 今晚這個不得了 這個真的喝多兩碗 超好吃 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 Get Unready With Me 不知道會不會悶親大家 或者大家覺得怎麼樣 好不好看 這個就是我一天 其實我平時都應該 幾無聊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就給個like 還有share給你的朋友 那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